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移民姐妹的小孩 也就是新移民的第二代的小孩 讲说你跟你妈妈 我回去印尼做这个野蛮人好了 那我们认为说这样子的言论 是非常具有这个种族歧视的 而且还是由一个 这个国小的教师讲出来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老师的言行 向这个移民署提出一个申诉 我成为一个移民者 就是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为什么用一个国籍 或是出生地这个部分来歧视我们的移民 那我今天就是站出来为所有的移民发声 接下来的议题也需要大家共同的投入跟关心 立法委员的表现对于监督政府的运作 以及政策的发展非常重要 在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努力下 立法院已经开放网络转播立法院开会过程的随选视信 为了评价立法委员的表现 公都盟将号召200位民众一起为立委打分数 VOD的评见呢 我们会把立法委员的问证 针对他的问证的专业 还有议题的立场 还有问证的内涵 跟整体表现 四项指标来进行评见 如果民众呢 你对于那个监督国会很有兴趣 然后透过这个监督国会 公民呢 也可以深化公民意识 因为你不会 你不会就只有能够对那个立院的不满而抱怨 而是你可以实际上呢 去了解他的运作情况 透过讨论呢 来深化整个民主的内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来报名 或者打电话来报名 虎年快到了 今年的台湾灯会要到嘉义举办 我们带您去看看主灯的造型 一只向前要起的金色老虎跨过彩虹 底下还有两只Q版的小老虎 少了凶恶多了点温馨 展现出家庭温馨和谐的气氛 整体的灯光搭配千变万化的LED科技光束 看起来就像是时光隧道一样 每一年灯会最引人注目的小提灯笼 设计者为了让小灯笼摆脱以往静态的形式 把运动选手拉着吊环翻跟斗的动态造型融入设计 让大家耳目一新 今年灯会的主题是福林台湾 也提早祝贺大家在虎年好运报到 配方公民信文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